好 下面我们看股份公司第三个问题 股份公司的股份发行与转让规则 首先看优先股的发行 这个优先股 我们在公司法和证券法当中都会给大家讲到 在这儿大家先了解优先股的基本性质 掌握其中的部分内容 重点我们在后面证券法当中还要给大家讲 好 我们讲优先股的发行 大家首先要了解什么叫做优先股 优先股是相对于普通股而言的 优先股的股东相对于普通股的股东 有两个方面的优先权 第一就是当公司有利润的时候 优先股是可以优先分配公司利润的 剩余的部分再分配给普通股的股东 第二就是当公司解散的时候 经过清算如果公司还有剩余的财产 优先股的股东是有权利优先分配公司 剩余财产的 所以我们说它相对于普通股而言 有两个方面的优先权 我们把它叫做优先股 但是大家要知道 权利和义务总是平衡的 对不对 也就是有所得必有所失 所以优先股它有两个方面的优先性 同时也就意味着它跟普通股相比 它也会有一些不利的地方 比如说针对一般的事项 它是没有表决权的 只能够针对一些特别的事项 才会有表决权 因此对于优先股 我们可以说 它是放弃了自己对一般事项的表决权 来换取了自己的优先权 好下面我们看 关于优先股发行的规则 首先发行的主体 就是什么样的公司 有权利有资格发行优先股 注意只有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众公司 才有资格发行优先股 而什么叫做非上市公众公司 我们在后面讲证券法的时候 再给大家讲 好其中上市公司可以公开发行优先股 下面我们看 关于优先股优先性的问题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优先股的股东 它相对于普通股的股东 是有两个方面的优先权的 第一就是 有权利优先分配公司的利润 第二就是 公司在解散的时候 有权利优先分配公司的剩余财产 当然我们也讲了 它享有两个方面的优先权 同时呢 它也有不利的地方 就是相对于普通股 优先股对一般的事项是没有表决权的 好 下面我们看 关于优先股发行数额是有限制的 这个内容要求大家务必要掌握 不是说一个公司 它想发行多少优先股 就可以发行多少的 对优先股的发行数量有限制 好 据条页 公司已经发行的优先股 不得超过普通股股份总数的50% 而且所筹集的金额不能够超过发行前 公司净资产的50% 所以它受到双50%的限制 首先就是发行的数量不能够超过普通股总数的50% 比如说某上市公司如果它有普通股 100亿股 那么优先股发行的数量就不能够超过50亿股 好 再有呢 它筹集的资金是不能够超过公司金融资产50%的 比如说某上市公司它的金融资产10个亿 那发行优先股筹集的金额就不能够超过5个亿 好 这个内容在考试当中是很重要的 下面我们看 关于优先股表决权的限制 我们说了 这个优先股的股东 它是放弃了自己对一般事项的表决权 来换取了自己的优先权 因此优先股的股东 一般是不享有表决权的 但是 对特定的事项 它想有表决权 什么样的特定事项 大家可以想一想 一定是 这些事项影响到了优先股股东的重大权益 所以它才会有表决权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哪些事项影响到优先股股东的权益呢 第一 修改公司章程当中与优先股有关的内容 比如 这个优先股在公司章程当中有明确规定 它的股息率是6% 好 多长时间分一次利润呢 比如说每年分一次 那如果说有这样的规定 要对这样的内容进行修改的话 改成5% 改成3年分一次 诸如此类 那涉及到优先股股东的重要权益 所以优先股的股东就有资格参与表决 好 再看 第二 公司一次或累计减资超过10% 大家可以想见 减资这么多 公司还能赚很多钱吗 再有就是 公司将来解散的时候 那剩余的财产不就少了吗 对不对 所以直接影响到优先股股东的重要权益 那它就可以参与表决 好 再看 第三 公司合并 分立 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 这是涉及到公司生死存亡的问题 因此也会直接影响到优先股股东的利益 所以它可以参与表决 好 再看 第四 发行优先股 大家想 一旦发行优先股 那就有更多的人来分一杯羹 对不对 因此直接影响到原来优先股股东的权益 所以它可以参与表决 好 再有 就是公司章程当中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大家看一下 对这些事项 我们要求大家掌握 那如何掌握呢 其实很简单 仔细看看 有没有发现 这些都属于股东大会的特别表决事项 而这些特别表决事项 它直接影响了优先股股东的权益 所以我们把它结合起来计 可能就更加容易 好 回头思考一下先 股东大会的特别表决事项 有哪些 增减注册资本 修改公司章程 公司合并分立解散 变更公司形式 我们把这三大类事项 结合跟优先股股东权益有关 加起来之后 你就发现 其实很简单 比如说 第一 增减注册资本 那在优先股有表决权的这个地方 所谓增 就是一种情形 发行优先股 因为发行优先股 公司它就会增资 对不对 但是呢 仅限于发行优先股 而不涉及到公司其他增资的情形 原因就是我们讲了 要把这个特别表决事项 跟优先股股东的权益 结合起来 才可以 所以增就是发行优先股 而减资 大家看 有比例要求 也就是说 如果只减一点点 可能不影响到优先股股东权益 减多了 就是一次货累计 减资超过10% 那么此时直接涉及到优先股股东的合法权益了 所以它可以参与表决 好 大家看啊 这是第一个特别表决事项 我们结合优先股股东权益 叫增减注册资本 只不过增只针对发行优先股 而减必须要达到比例就是超过10% 好 再看第二 修改公司章程 同样不是说所有修改的内容 优先股的股东都有资格参加表决 一定是影响到了优先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因此必须是修改公司章程当中与优先股有关的内容 所以优先股的股东才有资格参与表决 好 再看第三 就是公司合并分立解散 变更公司形式 那么这里面涉及到公司的生死存亡 所以直接影响优先股股东合法权益 因此呢 优先股的股东也是有资格参与表决的 好 大家看 针对上述事项 需要经过双三分之二以上 才能够表决通过 为什么是双三分之二以上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在前面讲了 针对股份公司而言 这些事项 它本来就是公司股东大会的特别表决事项 对不对 同时它涉及到优先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因此就要双三分之二了 好 具体 出席会议普通股股东 优先股股东 分别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 才能够通过 好 注意啊 是分别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 所以叫做双三分之二以上 好 下边我们看 这个优先股的股东 它的表决权在什么情况下会恢复 我们刚才讲 优先股为什么没有表决权 是因为它有两个方面的优先性 对不对 所以一般情况下 它能够满足自己两个方面的优先权实现的话 它就不会去要表决权 但如果说当它的优先权得不到体现的时候 那它的表决权是不是就应该恢复 因此公司法就规定 如果累计三个会计年度 或连续两个会计年度 公司没有按照约定支付优先股的股息 那优先股股东的表决权就恢复了 这里面大家看啊 两种情形 第一就是累计三个会计年度 把此前没有分配的这个年份都加起来 达到三个会计年度 或者是连续两个会计年度 近两年连续都没有向优先股支付股息 那说明我们这个优先股的股东 它的优先权没有得到体现 因此呢 它的表决权就恢复了 到什么时候为止 一直到公司全额支付所欠股息 或者全额支付当年的股息为止 好 到底到哪个时候 关键看什么 关键看公司是怎么规定的 就是优先股的股息 能不能够累计到下一年 如果说在公司当中有明确规定 优先股的股息要累计到下一年的 那优先股的股东表决权恢复 就要到公司全额支付所欠股息为止 而如果说公司当中有规定 优先股的股息并不累计到下一年的 那优先股的股东表决权就恢复到 全额支付当年的股息为止 好 下面我们看 关于优先股的转换与回购 这个呢 是授权公司章程去规定 好 最后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当我们在计算一些持股比例的时候 只计算普通股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 是不计算表决权没有恢复的优先股的 好 在计算哪些比例的时候 大家看比较脸型的 比如说 第一 跟股东大会有关的 比如 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大家有没有印象 我们要求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10%以上的股东 所以在计算这个10%的时候 是不计算表决权没有恢复的优先股的 再有 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我们要求 是连续90以上 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10%以上的股东 而我们在计算 这个10%以上股东的时候 同样也是不计算 表决权没有恢复的优先股的 再有 提交股东大会临时提案 就是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 3%的股东 那这个3%在计算的时候 同样也是不计算 表决权没有恢复的优先股的 再有 就是 认定控股股东的时候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绝对控股 50% 那么这个50% 我们也是没有计算 表决权没有恢复的 优先股的 因为优先股 大家想 它都没有表决权 它怎么去控制公司 是不是 好 针对公司法当中 优先股的内容 要求大家掌握两方面 第一个就是 优先股发行数额的限制 双50% 第二就是 优先股的股东 对哪些事项 有表决权 其余的内容 我们在后面 证券法当中 还要给大家讲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 19年 这样一个东选题 根据公司法的制度规定 在公司章程 没有特别规定时 优先股股东 可以出席 股东大会会议 并参与表决的 我们说了 优先股的股东 一般情况下 没有表决权 但是 他在哪些事项当中 有表决权呢 就是我们把 股东大会的 特别表决事项 在结合 对优先股股东权益 有影响的 好 A选项 公司合并 正确 B 变更 公司形式 也正确 C 累计减少公司 注册资本 超过10% 正确 D 公司解散 也正确 我们说了 三大类事项 增 就是发行优先股 而减呢 一定要超过10% 好 然后修改公司章程当中 与优先股 有关的内容 再就是公司 合并分立 解散 变更 公司形式 所以这个题 正确答案 ABCD 全选 好 再把我们看 关于股份公司 股份发行 与转让的 第二个问题 就是股份转让的限制 大家先思考 一般情况下 我们对股份公司 股东转让他的股份 应不应该限制 照理说不应该 为啥呢 因为股份公司 它是一个纯粹的 资合公司 所以股东 转让自己的股份 原则上 应该是自由的 比如说 像王老师 炒股 我经常干一件事 今天买 某个上市公司的股票 明天就卖掉了 因为要求T加1 如果说今天能卖 我说不定今天就卖了 是不是 好 大家看 所以一般情况下 对股东转让股份 没有限制 但是 针对特定的主体 转让股份 是有限制的 为什么 当然是有原因的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 对哪些主体 转让股份 有限制 第一 针对发起人 发起人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一年内 不得转让 为什么呢 大家思考一下 这个发起人 他在股份公司当中 持股的比例 是非常高的 即便是募集设立 我们要求发起人 最起码 要认购其中的 至少35%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发起人 他在股份公司当中 持股的比例 很高 于是发起人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义务 就是维护公司 经营稳定的义务 大家想想 如果发起人 在公司成立之后不久 就把自己的股份 全卖掉了 这个公司经营 能稳定吗 稳定不了 而一个股份公司 他不仅涉及到股东 他还涉及到 很多的利益相关者 别型的 比如说公司的员工 再有公司的债权 是吧 所以发起人 他应该在一段时间内 要维护公司经营的稳定 因此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一年内 是不得转让的 好 再看 第二 公开发行股份前 已经发行的股份 我们把这样的股份 叫做原始股 这个原始股 不得了 赚钱呢 特别是证券市场 比较好的时候 比如有没有同学了解过 马云当年 在买华夷兄弟的时候 原始股 多少钱买的 据说他的均价 只有五毛钱 而华夷兄弟 上市第一天 涨到多少钱 八十多 什么概念 有同学听 哎呀 说老师 我到哪 能买到这样的原始股呢 说实话 我也非常想去投那种 成长性比较好 很快可能就要上市 上市之后 能够翻N多倍的 那种原始股 对吧 但是 可惜啊 至今未止 都没有靠谱的渠道 所以 关键看什么 还是看你有没有好兄弟 是不是 我们看 针对这种原始股 就是公开发行股份前 已经发行的股份 有什么样的限制 自公司股票 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期 一年内 不得转让 那为什么 这个原始股 在公司上市之日期 一年内 不得转让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比如说 我们假定 贾一鼎三个人 他们各投资 一部分 办了一个股份公司 A公司 好 他们三个人 就是发行了 好 他们所持有的 A公司的股份 自然也就是原始股 后来 为了把这个A公司 做大做强 于是呢 他们另外 比如说又引入了 50个战略投资者 好 这50个人 投资于A公司 也买了A公司 很多的股份 贾一鼎也好 这50个战略 投资者也好 他们所持有的 A公司股份 就属于A公司 公开发行股份前 已经发行的 我们把它叫做原始股 好 后面A公司 做大做强 最后终于走到了 公开发行股份 并上市这一步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IPO了 好 此前 贾一鼎 包括这50个战略投资者 他们所持有的 A公司股份 我们要求 自公司股票 上市交易之日期 一年内都不可以转让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有稳定公司股价的义务 大家思考一下 这些人 他们知不知道 A公司什么时候上市 当然知道 如果说他们投进去 买了一大笔 等到A公司一上市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马云当年买华一兄弟 成本多少 据说五毛 上市第一天多少 80 好吗 一上市翻这么多倍 你马上就卖掉了 那最后的结果 极有可能 就留下我们这些公众投资者 就是在公开发行的时候 甚至可能上市第一天 买到股票的人 站在山顶上吹风 是不是 合适吗 当然不合适 所以 这些原始股的股东 他们有稳定公司股价的义务 因此呢 就要求 自公司股票 上市交易之日期 一年内是不允许转让的 所以这个一年 就是我们所称的 叫做禁售期 禁止销售 所以大家炒股的时候 也会经常看到 说什么样的限售股 解禁 对吧 就是过了这个禁售期了 好 下面我们看 针对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员 他们如果持有本公司股份 转让是受到一定限制的 为什么 董坚高持有本公司股份 转让受到限制呢 大家思考一下 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就是 假如你是一个公司的董坚高 你自己考虑一下 持不持有本公司股份 你工作的状态一不一样 说实话 不要说董坚高了 就是一个普通员工 持不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让你加班的时候 你的心态一样吗 肯定不一样 是不是 再有第二个 作为公司的董坚高 他们知不知道 这个公司比如预计 什么时候会上市 肯定知道 而如果说他们事先买回来 等到一上市就卖了 你觉得合适吗 肯定也不合适 因此 针对董坚高持有本公司股份 转让受到哪些限制 第一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期 一年内也不得转让 因为他们也有稳定公司股价的义务 否则的话 大家想想 董坚高很清楚的知道 预计公司什么时候会上市 好 于是先买一堆 然后上市第一天就卖掉了 赚了很多钱 跑了 合适吗 当然不合适 所以这点 他跟我们前面讲的 持有的这个原始股 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公司上市之日期 一年内不得转让 再有第二 在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25% 也就是说 如果他们在职期间 持有本公司股份 我们允不允许他卖呢 可以 但是转让的数额有限制 不能够超过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25% 也就是最多能够卖掉四分之一 好 讲到这儿 就有同学问了 说老师 那按照这个比例算下去的话 这个董监高无论如何 他也不可能把手上的股票全卖掉 放心 你能想到的 法律都想到了 所以 法律就规定 针对上市公司 如果董监高 所持有的股份 已经不超过1000股 那就可以一次性的 全部转让了 说实话 就剩下1000股 你持不持有 也就无所谓了 对吧 没啥大区别 好 再看 上述人员离职以后 半年内 不得转让 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为什么 有这样的规定呢 原因很简单 我们刚才讲了 董监高 你在职期间 每年转让不得超过25% 于是想想看 那我得等多久 我才能够套利啊 我现在就想套现 怎么办 先辞职 然后再卖 不就行了吗 放心 你能够想到的 法律都会想到 所以法律就规定 为了防止董监高 干这样的事 他们在离职以后 半年内 也不得转让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好 再有 作为董监高 在一些特定的时间 我们不允许他买卖 上市公司的股份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防止内幕交易 好 具体调言 上市公司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员 在以下特定期间内 不得买卖本公司股份 注意 这个内容 是我们23年教材 修订的内容 在考试当中 出现的概率是有的 好 在什么时间内 不得买卖 具体就包括了 第一 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 公告 财务状况如何 当然知道 知不知道上半年财务状况如何 也清楚 因此此前的30 对不起 都不能买卖 只要你买卖 我们就可以认定 你肯定那幕交易 好 再看第二 上市公司 季度报告 业绩预告 业绩快报 公告前的10日内 注意 10日这个时间 道理是一样的 因为你对公司的业绩 太清楚了 好 再看第三 自可能对奔公司证券 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 重大事件发生之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都是不可以买卖的 这个我们在后面 在证券法当中 讲到上市公司发生重大事件 大家就了解了 因为这个重大事件 它会直接影响到股价 所以重大事件发生 一直到披露之前 都是不允许他们买卖的 为啥呢 因为他们是重大事件的 当然窒息着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公司发生了重大的亏损 可以想见 股价一定会跌 是不是 好 如果说他们知道之后 自己先把股票卖了 那对其他的投资者 就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公司法 就有这样明确的规定 上市公司的董坚高 在以下期间 是不允许买卖本公司股票的 原因很简单 主要就是为了防止那部交易 好 以及证券交易所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题 单选题 下来关于股份公司 股票转让限制的表述中 符合公司法律制度规定的是 A 股东转让其股份 必须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进行 这是错误的 很多同学乍一看 这个跟教材上的那句话不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教材上表述的是 股东转让其股份 应当在 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 而证券交易场所 除了证券交易所之外 我们国家三大证交所 上海证交所 深圳证交所 还有北京证交所 对吧 除了这三大证交所之外 还有其他的合法的证券交易场所 所以A选项错误 B发钱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自公司成立值日期一年内不得转让 这是正确的 这是针对发钱 因为他们有维护公司经营稳定的义务 C公司公开发行前已经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值日期三年内不得转让 这是错误的 原始股从上市值日期一年内不得转让 D公司董事监视高级管理员 离职一年内不得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这是错误的 离职半年内不得转让 而不是一年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只能够选B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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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追击